在科技参考这两年的更新里,演化的视角是贯穿始终的。 听得多了之后,你可能会留下一个印象,好像演化是最无敌的,最稳固的。 但其实,只能说演化是最不可避免的,最解释的通的,但很难说它是最好的,最完美的。 因为在更多情况下,我们是在事情发生之后,用结果凑原因得到解释。 这样做往往会高估演化的作用。 今天这一期科技参考,我就用几个身体器官的例子,说说演化是怎么发生在生物身体上的。 在当初,这些演化顶多是一些修修补补,只是后来遇到了千载难方的机会,才成了生物生存的优势。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骨骼的演化,最早的生命都是没有骨骼的,今天没有骨骼的生物依然不少。 比如说水母,如果你把它从海中捞出来,它立刻就会变成一团凝胶状的物质,离死亡不远了。 它要维持身体形态,就必须得有水的浮力。 如果是在陆地上的话,由于重力的存在,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做支撑,才能维持身体形态。 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对骨骼为什么会出现的理解。 当然,有的同学对身体结构了解得更加深入,会说骨骼是为肌肉提供了附着面,这样才能让动物运动起来。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观点,骨骼是为了支撑生物体的身体而出现的,骨骼为肌肉的附着提供了基础。 但其实,这些理解并不符合骨骼出现的演化逻辑。 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看骨骼的演化逻辑是什么。 首先,骨骼的主要成分是磷酸钙,而骨骼早在陆生动物出现前几亿年,就已经在海洋动物身上出现了。 可海水中有浮力,没有利用骨骼支撑身体的必要。 其实,我们只要看看海水的成分就可以理解了。 海水里有钙,也有磷,所以组成骨骼的最基础的元素在大海中就有。 钙对身体有什么用呢?那作用简直太大了。 今天有一个说法叫做钙通道,指的是钙离子进出细胞的机制。 钙离子为什么要进出细胞呢? 因为肌肉的收缩需要钙的参与。 你看,有些人说晚上睡觉腿抽筋,然后医生就会建议他补钙。 其实就是因为钙和肌肉的收缩有关。 此外,钙还参与神经地质的释放与激素的合成,还参与凝血的过程, 甚至连精子钻入卵细胞的过程,钙都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总的来说,钙是细胞活动非常重要的信号物质。 而钙在地球的生命史上有过一次大爆发, 那就是5.3亿年前寒5G生命的大爆发那次。 海水中的钙的含量相比于之前的远古代末期增长了三倍多。 能把当时海水中的钙充分利用上的生物, 就是比较适合在那个环境下继续生存的。 于是把钙当作身体的物资储备存储在体内一些, 以备不时之需的个体,就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势。 其次就是磷酸了。 磷酸对身体有什么用呢? 比如说成年人一天摄入的磷在1000到3500毫克之间。 这些磷参与形成磷酸根, 而推动生命体能量发动机的ATP叫做三磷酸线杆。 它和ADP,也就是二磷酸线杆的转化, 就是能量发动机线粒体里最频繁发生的化学反应。 于是,对生命体来说, 如果能适当地存储一些磷酸在体内以备不时之需, 也是一种优势。 而磷酸和钙同时存在于体内, 那就是磷酸钙呀,也就是骨骼了。 所以,骨骼结构的存在, 最初并不是为了支撑身体形态, 也不是为了给肌肉提供附着面, 而只是生物体内的一个无机物的仓库。 这里存储了一些和肌肉信号通路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质, 一些和能量代谢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质。 那谁也没想到, 后来存在仓库里的这些东西, 竟然形成了硬邦邦的骨骼物质,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, 于是脊椎动物就在这个基础上误打误撞的出现了。 说完了骨骼的出现, 我们来说说四肢。 普通人认为, 四肢是海生动物到陆生动物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步骤, 只有这一步完善了, 动物才能靠四肢撑住体重在陆地上活动。 但实际上, 这也是事后根据结果凑出来的解释。 关于四肢的出现, 真正的演化逻辑是这样的。 在大约距今4亿到3.7亿年前, 有好几种鱼类都出现了类似四肢的身体部位。 它们是真长骑鱼, 鱼石圆, 提塔利克鱼, 枪吉鱼。 它们和此前的鱼最大的不同就是, 它们的胸骑不再只是扁扁的扇形的鱼骑了, 而是有了好几块发散生长的骨头在里面, 而且骨头之间还分布着比普通鱼骑复杂的多, 粗壮的多的肌肉。 这样的鱼骑类似于中国古代传说上龙的上肢, 后来被古生物学家称为肉骑。 之所以今天能把它描述的这么细致, 是因为我们太幸运了。 因为三亿多年前的这几种刚刚出现四肢的鱼类中的一种, 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始形态活着呢, 那就是枪击鱼。 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枪击鱼的图片,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。 看的时候留意它的胸骑是不是跟普通的鱼明显不同, 有点像一条小胳膊一样, 肉非常磁石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 人类第一次在科摩多群岛发现了活的枪击鱼, 才一下明白了四肢演化的关键。 这种体型巨大的鱼在水中游动的时候, 竟然有一种特殊能力, 就是悬停, 像直升飞机一样, 完全停留在水中的某一位置。 这种技能对于体型较小的鱼来说, 也许还能完成, 但对于像枪击鱼这样体长两米多的鱼来说, 就很困难了。 但枪击鱼是可以做到的, 它之所以可以做到, 就是靠着这副肌肉发达, 拥有骨骼的鱼鳍。 比如说, 这副鱼鳍就可以像我们扭动手腕一样左右的旋转。 在水中活动的比其他鱼更灵活, 就仅凭这一点, 优势就足够明显了。 枪击鱼后来几亿年, 也没能再演化出陆生动物特有的肩部、 腰部等等骨骼, 它凭借肉鳍的优势活到了今天。 所以你看, 四亿年前, 鱼类并不是为了去陆地生活, 才把鱼鳍演化为四肢的。 四肢的演化, 当初只不过是, 让本来就在水中生活的鱼增加了一些更复杂的游动技巧罢了。 但只要这项新的技能保留下来了, 谁也没法预料今后几亿年, 它又能在什么环境里展现出什么巨大的优势出来。 最后, 我们再来说说翅膀的演化。 之所以说翅膀的演化, 并不是因为大众对翅膀的功能有什么普遍的误解, 而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道理。 演化是筛选跟适应的结果, 是用一些资源来换当前的优势, 所以有得也有失。 比如说鸟类的翅膀, 如果只看骨骼的话, 那可比陆生的哺乳类动物的前肢简单太多了, 只有三节, 以至于今天一些模拟鸟类飞行的模型, 可以把翅膀的结构简化为三根碳纤维杆。 但只有这样的结构, 鸟类可是飞不起来的, 哪怕是在这个基础上, 加上足够多的肌肉, 也一样飞不起来。 不信, 你可以想想烧鸡是怎么飞起来的。 烧鸡那可飞不起来啊, 鸟类能飞起来, 另外一半的贡献来自于羽毛。 从演化的历史看, 羽毛属于皮肤的附属物, 本质上和指甲, 脚后跟的硬皮是类似的东西, 只不过在漫长的演化里, 鸟类把这些对其他动物来说是附属物的东西, 变成了为飞行服务的重要结构。 而对鸟类来说, 能飞的代价就是, 前肢从结构灵活性到保护性都下降了。 鸟类没有机会, 既拥有宽阔的翅膀, 还在翅膀的尖端保留灵活的前肢。 蝙蝠也有翅膀, 但蝙蝠也做了牺牲, 这个牺牲甚至比鸟类还要大。 如果只看骨骼的话, 蝙蝠的翅膀也分成三截, 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最后一截, 鸟类只是一根杆子一样的东西, 而蝙蝠的最后一截其实是它五个长长的手指, 它用分开的手指撑起了巨大的薄膜, 于是就不需要将角质蛋白演化为羽毛, 来作为翅膀了。 这样的演化方式好像是代价更小了, 但其实蝙蝠要撑起那个薄膜一样的翅膀, 不只需要前肢跟五个手指完全撑开, 连两条腿上也得挂上薄膜, 负责撑开足够大的面积。 所以鸟类飞行是靠煽动前肢实现的, 而蝙蝠飞行是靠同时煽动两个前肢加两个后腿实现的。 也因为两条后腿跟薄膜连在一起, 于是蝙蝠不能用后肢站立, 也不能行走, 只能倒挂跟匍匐的爬行, 鸟类也付出了代价, 但两条腿是自由的, 走一走路啊, 抓一抓虫啊, 虽然没有哺乳类动物那么灵活, 但至少还保留了不少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。 比如说鸵鸟耳苗就把两条腿用得飞齐, 而蝙蝠短期看是不再有这个机会了, 它为了飞行已经把四肢全搭进去了。 我们今天看了骨骼四肢翅板的演化, 你会发现很多特征之所以被保留, 只是适应了当时的环境, 产生了些许优势, 但我们后人的解释往往用几亿年后发生的事情来倒推它出现的原因。 此外, 我们还能感受到, 演化中出现的特征都是用当前的资源换来的, 有得也有失。 最后我给你留一个问题, 在生物体中为什么多种优势往往不能一起保留下来呢? 比如说为什么没有出现不但可以长纪律飞行, 而且还拥有灵活前肢的信天翁呢?